大家好 我是高壽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不幸遇上戰身 作為平民的我們 可以有什麼方法在戰身裏生存呢? 沒有想過沒關係 今天來講一下 如今國際形勢越來越緊張 如何在戰爭裏生存你這件事 我覺得有必要講一下 大家聽著 首先記得留在家 通常留在家是比較安全的 戰爭發生只會攻擊軍事目標 軍事相關的東西 所以自己家是安全的 除非你家在軍事目標那帶 那就要走了 剛才說到 戰爭只會攻擊軍事目標 軍事相關的東西 所以 假如有軍車軍人 在你家附近出現 你都要先走了 不走的話 會幫我及到你 一句說完 一般情況 家是安全的 好 走 撤離 都是有技巧的 不是亂走 千萬不要走向人多的地方 人多的地方 容易有混亂發生 請走向空曠 郊區那些地方 這樣會安全一點 然後避難鎖 戰爭發生 那時一定會有 被人走去被一避 但這個地方 都是暫時的 不可以長期在入面 長期在入面 又是出事的 戰爭發生 沒有秩序 沒有網管 在入面 很容易會有 治安問題出現 搶東西那些 大家要小心 都這樣上下 走了 接著說一下物資方面的東西 一個人 正常一天 大概要有 1500cc水 600大卡食物 才可以生存 所以 家裡要有 3-5日物資量 記住 3天內 水塔的水 就會溶完 冰箱儲存的食物 沒有電的情況下 2天就會壞了 大家要知道 那 水果方面 大家都要懂 怎樣煲水過濾水 有電的情況下 就很簡單 但戰爭發生的時候 沒有電的 我們就要 有金屬容器 然後 紋 試紋 作為過濾 這樣基礎過濾 然後再生火煲水 那生火這家的東西 就不難的 打火機 我想很多人都有的了 用打火機就搞定的了 不過 打火機就不是永久的 都有 燃料用完一日 用完之後 就沒有的了 所以 用打火機 都要有技巧 在打火機面前加綿條 透過點燃綿條 燒其他東西 去減少打火機燃料消耗 還有一些東西大家都要懂 封印 衣服背囊那些東西 有機會爛的 爛了你要適逢好 修補它們 還有請練好在藥光 光線發燭情況下做事 不要過分依賴電筒 電筒有用完一日的 藥物那些 消炎藥紙同樣 基本要有 出門的時候 保持低調 高調容易成為目標 隨身武器 要有件 但不要拿起手 有需要才拿出來 最後 大家還要懂得怎樣責任 在教區生活 鍛鍊好身體 戰爭發生的時候 很多東西背負的 沒有體能是不行的 還有 亦都訓練一下 在飢餓 口渴情況下生活 好了大概這樣 希望這些東西 不會用得著 但現在這樣的環境 大家自求多福 知道一下 有什麼事起上來 都不用說太狼狽 有些東西 說來就來的 祝大家 在亂流下平安